这么一点活硬是跑了两趟,我坚信吃亏是福,中途还挖断一根水管。 哈喽老铁们,我是喜娃娃。 今天这个活我们谈的是一口价,活也很简单,事业不是很多。 就挖一个基础槽,挖两个花纹池,然后再挖两条沟,挖两个水管,最后再把这个场地大概的平整一下。 最后没想到啊,这一点活我们居然跑了两趟。 虽然这个活不多,但是跑了两趟,这个性质,价格这些就变了。 具体什么情况啊,我们慢慢的往下面看。 东家的这个房子应该修了很多年了,一直没人居住,周围啊,看着乱糟糟的。 现在东家可能要在这里居住,然后就和我们来,把这个周围的杂草给它清理掉。 然后再围着房子挖一个基础槽,到时候啊,他们倒得薄坎起来。 最后啊,再把这个地平给它硬化了,这样整体看着啊,都不会这样乱糟糟糟的了。 这个基础槽,我们从房子的另外一头挖到了这边,基本上围着房子挖了一圈。 我以为挖到这个位置就结束了,然后东家说,前面这个路边呢,也要挖一个基础槽。 但是这个基础槽就不需要挖那么深了,只挖个20公分左右就行了。 然后他说啊,这个边上还有一个水域管,让我们挖的时候啊,一定要小心,尽量啊,往里面挖一点。 因为这个水域管是挖着这个公路过来的,前面这一段就挖着很顺利,挖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水管,以为就没有事了。 没想到一转眼,就把管子挖坏了。 原来这个水域管是横着迁到东家家里面去的,由于时间太长了,东家自己都忘记了,那这个就不能怪我们了。 这个钩挖完了,然后我们把挖机开过来,这堆泥巴是我们之前挖基础槽的时候挖起来的。 然后东家说,这个位置啊,到时候要堆一点材料。 就让我们把这堆泥巴挖到低洼的地方去,然后把这个场地给它平整出来,到时候啊,好堆材料。 场地平完了,然后东家跑过来说,前面的这个水泥板,让我们给它挖到边上去,说到时候还有用。 这个水泥板是之前修房子剩下来的,也不知道在这里放了多少时间了。 有些水泥板我们轻轻一叼,它就坏掉了,也不知道它这个水泥板还有什么用。 最后一问才知道,东家到时候要挖两个发分池,当发分池挖好了之后,就把这个水泥板盖到发分池上面。 一提到发分池,这个头就大了。 由于这两个发分池,东家说,如果现在挖好的话,他们这个材料不好堆放。 然后也不好干活。 就跟我商量,说当他们把这个保卡去起来之后,再来挖发分池。 由于我这个人比较好说话,又考虑到他们不好干活,所以我就决定了再跑一次。 毕竟嘛,是自己的杯车,跑一趟也无所谓。 正常情况下,这种我们应该是要另外收杯车费的。 在走之前,我们把房子周围的这些泥巴给它收一收,平一平,给它弄平一点。 因为到时候他们要拿材料进来。 平好了之后,我们就挖着泼车锤,准备回家。 剩下的两个发分池,还有两条沟,就等他们把保卡弄好了之后啊,我们再来挖。 时间过了四五天,东家打电话说,他们这个坎子弄好了,那我们今天过来把这个发分池给它挖了。 东家的这个坎子选择是用砖去起来的。 然后这个里面还有很大的空隙,需要很多渣子来回田。 但是现在东家找不到渣子来回田,所以这个边上啊,今天就不用回田了。 等后面,哪里有修房子,有多余的渣子,到时候啊,再拉过来,慢慢的给它填起来。 东家的这个发分池选择在房子的两边,够挖一个发分池。 这个发分池就挨着边上这个围墙。 如果上次我们一起把这个发分池给它挖了,这个边上啊,确实有一点不好来材料,但是问题不是很大。 这个发分池挖好了之后,我们就在房子的后方要挖两条沟。 预埋两根水管,这个位置为什么要预埋水管呢? 老铁们你们看,中间的这个房子下方有一个地下室,外面的这个泥巴堆的有点高。 然后现在地下室里面都已经积水了,就让我们在这里挖一条沟,然后它预埋一根水管,把这个水排出去。 边上的那条沟挖好了之后,这个边上啊还有一条沟。 他们在安装水管的时候,我们把边上的这个沟也给它挖出来。 当他们把水管安装好了之后,我们就可以把右边挖出来的这个泥巴回添到左边去。 当我们把右边的这个沟挖好了,同时左边的这个沟也回添完了。 右边的这个水管安装好了之后,我们就全部给它回添完。 回添完了之后,把这个表面给它拍一拍。 最后这个发问池就在前面那个角落位置,边上的这个沙,我们给它挖到一边去,然后就开始挖这个发问池。 但是这个发问池这个泥巴呀,目前没有地方堆放。 我们先在这个位置,把这个泥巴给它挖松挖泡。 然后我们挖机就翻一个位置,就把这个泥巴挖到这个房子前方来。 当把多多泥巴清了之后,我们再把挖机开过来,再把这个底部给它清一下就行了。 好了老体们,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感谢关注,感谢点赞,我们下期再见。 之前我们拆房子,差点把邻居家的房子也拆了。 可能今天这个东家,他刷到了我之前的视频。 刚好啊,他们也要拆房子,建新皇。 然后啊,就喊到我们挖机来给他拆房子。 当我们把挖机开到位以后,一看,这个房子啊,已经被东家拆到只剩一两米高了。 我就问东家是不是刷得过我之前的视频,怕拆房子,把隔壁家的房子拆了。 但是我一看,东家的房子周围啊,又没有其他建筑物,啥都没有。 老体们,你们看一下,整个房子啊,已经被东家拆完了。 基本上啊,就还剩几面墙,没有倒。 最后一了解才知道,是因为东家要保留之前的瓦片,横梁,还有这些门窗。 所以啊,他们人工就把它拆了。 我们把这些砖块推倒了,然后就把砖块转到边上那个空地里面去。 老体们可以看一下我车子。 我这个车子啊,全身的泥巴是上个工地,我们在挖鱼塘的时候,现车造成的。 上个视频,我们挖鱼塘啊,本来还有一个小鱼塘没有挖。 然后东家说他们要拆房子,所以我们把那个大鱼塘一挖完,就过来拆这个房子。 今天的太阳格外大,天气比较热。 徒弟就在对面呢,甩了个砖块。 我们就在对面这个树林里面,躲下太阳。 我们在躲太阳的时候,发现这个地里面有很多泽尔根,也就是鱼杏槽。 这个是我们四川人的最爱,我们顺便挖一点回去。 屋场里面的所有砖块全部转出来了,包括武器里面的一些条石也全部收集在一堆了。 现在我们把这个地方平一平,然后在前面挖个基础槽。 左边地坝宝坎边上,东家让我们借着这个边上啊,挖个基础槽。 然后我们之前从武器里面挖出来的条石,就将就那个条石从这里去起来。 显得整个地坝呀,要稍微大一些。 我们把槽挖好了,然后用斗背挨挨的给它拍扎实,就行了。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条石给它挖到这个基础槽上方。 到时候他们工人去宝坎的时候,这个石头啊,就直接往下面,圈就可以了。 最后我们再把挖机开到屋场来。 之前我们挖条石的时候啊,这些泥巴没有收整。 现在我们再用这个斗背来回地给它扫平顺。 扫平顺呢,他们工人呢,就可以在上面放线了,挖基础槽了。 本身最开始说挖基础槽啊,我们挖机来挖。 但是这个包工说,挖基础槽的基础槽比较大,挖出来的泥巴比较多,不好打枕。 说麻烦。 最后啊,临时决定,这个基础槽我们不挖了,他们人工来挖。 然后我们就把整个场地修整平。 今天这个活就结束了。 gossip, yes。 说麻烦 ropes 说麻烦